從空中俯瞰金門二膽島 有官兵拿著塑膠袋 獨自在島上走動 又有中國部落客 8號用無人機 兩度騷擾金門外離島 也是近年來 中國首次在同一天 空拍我方兩座島嶼 昨天上午9時許 和下午的14時許 的確是在二膽島 跟這個蒙古語的部分 有增獲到 中國大陸方面 民用機無人機的 進入到我們的監視區域 干擾之後 也造成他的一個被迫 返回他原起飛點 國軍以信號彈警告後 拿出干擾槍反制 這位中國部落客 在3月29號和4月1號 曾兩度用大疆無人機 空拍二膽 這回是第三度騷擾 不僅在影片中表示 無人機沒有彈孔或損壞 更說將到對空監視上 20公尺左右 GPS信號間歇性丟失 但絲毫沒有影響 操控航拍及回程 還說國軍花大錢買的干擾槍 完全沒用 43億5000萬是白花了 嘲諷言論挑釁意味濃厚 也引來輿論質疑 國軍為什麼不直接擊落 各外離島 他對於無人機的應處 都有結合他的整個防務上面 和地理特性去訂定 是否涉及考慮到 他的涉及延伸線的 相關的背景因素 還有相關的射程 來做一個考量 同一天 國防部也爭獲共軍 五艘四軍艦和七架四軍機 騷擾台灣周邊海空域 其中四架次越過海峽中線 或進入台灣西南方 或東南方防空識別區 國軍也透過軍機軍艦 和安置飛彈反艦系統 嚴密監控應對